今天阿妩说到,老者给阿祖法送钱去了,这一下真的是帮助到了阿祖法,原本康特找老者借钱没借到,但是老者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再帮他们一次。 老者因为阿祖法家的纷争已经耽搁了不少建坊的进度,今天他独自一人在工地上盲目,他的女儿和小外孙都不在身边。 他真心希望康特家能像他家一样和睦,但康特家的纷争似乎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困境。 老者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之前也主动提出,如果建坊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找他。 康特也很懂事,并没有提出要求,他只在最初为了讨好阿祖法,从老者的工地上拉了一些沙子过去,之后他便没有再这样做。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康特现在深刻体会到了金钱的价值。 因此,他最近的态度有所改善,今天还主动去工作赚钱。 幸运的是,他的卡车没有卖掉,否则他外出工作将非常不便。 阿祖法看到了康特的所有努力,也理解了他的难处。 趁老者还在思考,阿祖给姐家姨们发一点福利,一瓶重量达到300克的狐手霜,防干脸,补水都不错,价格还不到9.9元,难以置信吧。 重点是,你买一瓶9块8,买二瓶13块8,买三瓶只要16块8,多买多优惠,性价比极高。 趁着阿妩的促销活动,赶紧囤一些吧。 你可以通过点击我头像下方的商品橱窗,找到护手霜。 阿祖法今天特意将他的结婚戒指交给了康特,希望他能卖掉戒指以筹集一些资金。 阿祖法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真心。 他平时并不善于表达甜言蜜语,但总是默默地付出。 然而,无论康特多么缺钱,他也不会考虑卖掉结婚戒指,因为那枚戒指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当他们戴上戒指的那一刻,他们承诺要永远牵手同行。 如果康特真的卖掉了戒指,他会感到自己很无能。 这也可能预示着他们的婚姻将面临问题,因此康特坚决不卖掉这枚戒指。 此外,尽管康特的母亲和其他人经常过来骚扰,康特却从未报警。 这可能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仍然在乎他的母亲。 事实上,康特曾两次考虑过报警,但每次都因为母亲他们离开得太快而作罢。 现在即使报警,阿祖法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因为凯尔确实支付了一部分土地费用。 所以在法律上,这块土地确实有凯尔的一小部分权益。 执法人员的介入通常是为了调解纠纷,他们可以劝解双方不要吵架,但无法强制命令任何一方不得再次出现。 康特和阿祖法错过了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当时康特还在犹豫不决,幻想着能够和平共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部分原因是,康特未能及时从幻想中清醒,采取果断措施阻止母亲的行动,导致母亲迅速采取了对策,现在即使他再怎么交集也无济于事。 过去,当阿祖法和康特分开时,许多网友期待他们能够重聚,当然,也有一些理智的声音认为阿祖法独自生活也挺好,他们预见到了未来可能的混乱生活。 俗话说江山一改,本性难以,当时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实时未能生活在一起,许多人都很着急,善良的人们都希望看到团圆和美好的结局。 但这就是阿祖法所面临的现实生活。 这段经历提醒我们,面对家庭纷争和矛盾,及时的沟通和果断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即使我们心怀美好的愿景,也需要面对现实,采取实际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 阿祖法和康特的故事也反映了许多人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和困境。 人们倾向于寻求积极的内容,享受了一些展示日常生活点滴的视频,因为它们贴近现实,能够引起共鸣。 阿祖法的视频同样展示了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的琐事和平淡的生活片段。 每个家庭都会面临挑战和困难,有时生活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些真实的场景,无论是欢笑、泪水还是争吵,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过去,许多网友对康特的坚持和努力表示同情,他为了寻找妻子不惜跋山涉水,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人。 康特确实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品质,阿祖法了解他,并一直在包容和支持他。 然而,也有人对康特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没有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认为情感虽然重要, 但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是不够的。 康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正在努力改变。 他最近没有向老者和阿祖法抱怨,而是在思考如何筹集资金。 他愿意接受任何辛苦的工作,这表明他正在为了家庭的未来而努力。 阿祖法没有提出离婚也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康特已经表现出了改变的冲动, 而阿祖法则需要保持理智。 尽管阿祖法对康特仍有意见,但他也不想放弃他们的婚姻。 如果有一天阿祖法真的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那很可能是因为康特做了伤害他的事情。 在婚姻中,双方都需要努力和理解以维持和谐的关系。 康特的改变和努力是积极的一步, 而阿祖法的理解和支持也同样重要。 最近,老者避开了妈妈和吉尔纳的视线, 他对他们并无好感。 他每次为康特说句公道话,都会激怒他们, 而他们却从不自我审视。 妈妈过去总依赖老者来平息争端, 但现在他明白老者不会站在他这边了。 他相信,即使没有老者的支持, 他也能自己对付康特。 至于阿祖法,他似乎从未被他真正看中。 妈妈对奶奶也感到不满, 因为奶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康特和阿祖法这边。 这让妈妈非常恼火, 她觉得奶奶应该和他站在同一边, 毕竟他们已经相识多年。 她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会支持阿祖法, 而实际上奶奶是在支持正义。 如果妈妈能像奶奶那样, 更多地为孙子着想, 康特的生活会更加美满。 网友们在评论区每天都留言说, 康特遇到老者是他的幸运。 大家都清楚, 老者对康特的关心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 他们希望康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并在未来回报老者。 老者帮助了太多的人, 他的行为确实值得我们尊敬。 老者今天来送钱, 阿妩真的很开心。 橱窗有蜂蜜、黄旗霜、洗洁精、护眼霜, 都是28块、29块、19块、9.9块的优惠商品。 点击阿妩头像就能进入橱窗, 喜欢的赶紧去看看吧。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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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